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好,來,那就不囉嗦了,正式開始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要講什麼主題呢? 今天我要講這個等於是今天全球最大話題 以色列那邊又發生戰事,哈馬斯火箭突襲以色列 好像打了五千多枚吧 那以色列現在宣布進入戰爭狀態 那現在就整個那個以色列那邊的寢視非常非常的緊張 那當然藉這個話題我想要引申到台灣這邊 就是台灣人的字典裡面好像都不知道 沒有代價這兩個字 那這個什麼叫沒有代價呢?這兩個字呢? 就是不知道做事情是要付出代價的 好,等一下我再來講一下 來,我先來 說一下這個今天這個以色列這個新聞 好,來,我把這個新聞打開 這裡,好 好,呃,來這個 7號,當地時間7號的凌晨啊 呃,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 向以色列境內發動大規模的火箭彈襲擊 包括經濟重鎮,特拉維夫 我們台灣翻成台拉維夫在內的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地區 持續拉向防空警報啊 好,那以色列現在是已經確定進入戰爭狀態了啊 好 然後呢 這個半導電視台 報導說 哈馬斯軍事部門的這個卡桑旅負責人 穆罕默德 德伊夫在聲明中宣布 他們是開始的這個叫做阿克薩洪水行動 那第一輪的這個打擊方針 這個打擊啊 針對敵方陣營啊 機場和軍事防禦公式 發射超過五 五千枚的這個導彈跟炮彈啊 這個 這個就是哈馬斯他們出來 就是講了就是 就是我們的這個軍事行動了 這個突襲以色列啊 好 那以色列國防部就宣稱了 哈馬斯交為此幅度付出巨大的這個代價 好 好,來 我們再來看啊 這個是 呃 鳳凰新聞的啊 引用他一下 他的這個 新聞開始霸榜 被以色列這個局勢的新聞給霸榜 來 以色列前總理加入預備役部隊 穿上軍裝了 好 好 然後這個是 巴以衝突啊 哈馬斯使用無人機摧毀以色列的坦克啊 所以現在的戰勢 已經改變了啊 現在什麼 再怎麼厲害坦克還抵不住無人機的這個攻擊啊 好,來 然後巴以的局勢突然升溫啊 戰爭的殘酷啊 以色列坦克兵落入哈馬斯之手 好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那個殘忍的畫面啊 來 就是這裡 這個我們台灣這邊自由時報也有引用啊 好 好 那因為這個影片我就不太好播 他有打馬賽克啊 哈馬斯疑似殺害以色列軍人 還把這個遺體拖著遊街啊 就這邊 這很可怕啊 還有女生的這個女兵的這個遺體也被 也被拖了啊 拖出來了啊 好 那這個其實影片在微博裡面是有的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事件啊 但是的確在影片裡面 我我怕我一放這個影片就會黃標 所以我我 但是是有這個影片的 大家自己可能上網去找一找 我相信也都在流傳了 就是哈馬斯的軍人就是抓著 呃在影片裡面當下的這個女兵是還活著的狀態了啊 然後抓著這個女兵的頭髮這樣脫著他啊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 戰爭就是這麼殘酷的這件事了啊 那 呃 除了俄乌戰爭 之之外呢啊 又一場這個戰爭發生在我們眼前了 那我們就看 看到這個戰爭 這個血淋淋的這個 情況就發生了啊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殘酷 啊 好那 針對這個 以色列的這個局勢啊啊 哈馬斯突襲以色列啊 來 哈馬斯這個瘋狂火箭襲擊以色列 那我們這個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啊 斥責 恐怖暴力攻擊啊 好來 外交部表示啊啊第一時間代表外交部長吳釗燮啊 呃 向以色列 駐 駐台北的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這個代表處的這個處長表達我國慰問之意啊 然後外交部也將持續跟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 一同抵抗這個恐怖主義攻擊行動 那事實上你也不能做什麼就是發聲譴責啦啊 好 那有沒有想過 未來如果台灣發生什麼情況 反正人家也會發聲譴責來幫助我們啊 像這種就是說 這個叫做Lib Service 就是說以色列他現在發生了這個他被哈馬斯襲擊嗎 那現在進入了這個戰爭狀態 那中華民國外交部 也就 也就這樣啊 你你能做什麼 也就這樣啊 啊 那 戰爭還不是他們還不是繼續在打 啊五千枚火箭彈還不是繼續在在轟 那你能怎麼樣 你就 譴責啊斥責啊 欸怎麼可以暴力攻擊的啊 然後欸我們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這個叫做 口惠而食不治啊 那所以就是說 真的發生了戰爭了那也是 你要去面對嗎 那別人對你的幫助也就這樣啊 那像美國他幫 烏克蘭已經很幫忙了 在不管在財政上武器上 但是這個戰還是要還是要烏克蘭自己去打的啊 那 像以色列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怎麼樣 我們也就譴責 那如果有一天台灣也發生了戰爭 那我相信別人也會譴責 這個萬惡的中共 大家絕對少不了譴責中共的 大家會一起譴責他 把他譴責到死 好不好 but so what 但是又如何 所以我看到這個 外交部的這個就譴責譴責 就覺得 唉有的時候 嘴巴 這個叫lip service 但是 老百姓就是很 就是有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種天真的正義感 他會覺得 他會覺得 我譴責了 我就好像為了這件事做出了什麼 那然後他自己繼續在 該幹嘛該幹嘛 該刷抖音刷抖音 該喝奶茶喝奶茶 然後 但是那個正義感就開始在心裡面 但是 但是你這樣子的這種 天真的 自以為是的正義感 跟實際的事情 是一點幫助也沒有 所以 就是 最好啦 我覺得最好是 能夠防範於未然 讓戰爭不要發生 所以呢 我就說 藉著這個以色列的這個 今天這個以色列的這個事件 也讓大家看到一下這個戰爭的殘酷 在戰爭其實 是代價是很大的 可以看到那個 你看這個 以色列的這些 女兵都被拖出來了 那微博也有畫 也有畫面 就是這樣 嗯 那 我今天的這個主題是 藉著這個以色列的新聞 是要講一下 什麼叫獨立與和平 台灣人的字典裡面沒有代價 沒有代價這兩個字 啊 這台灣人其實 是很天真的啦 就是覺得 我 又可以獨立 然後我又可以維持和平 那 是 就是 就是 會非常的美好 啊 事情就是會照我的這個方式走啊 那我為什麼說獨立與和平 是因為我現在人在越南嘛 我前幾天 參觀了那個 越南在胡志明市的一個叫戰爭博物館 大家如果來胡志明市玩 應該會來參參參觀那個戰爭博物館啊 那 在胡志明市的這個戰爭博物館 他會他有羅列的就是 主要是在越南在越戰的時候的很多很多 照片啊 然後 呃 遺留下來的 呃 再怎麼講文物 什麼彈藥啊 反正遺留下來的那些事 那些東西啊 戰爭的遺跡啊 然後就是 給大家 呈現出來戰爭的可怕啊 那我 在參觀的時候我拍了這張照片啊 這個是 越南他當時 越戰打越戰之前呢 越南在發生越戰之前 他其實是法國殖民地啊 所以當時的越南的獨立運動 他是對抗法國的 那後來是 呃有一場很重要的戰役叫墊蝙蝠 直戰啊 那 啊 那個越南好像把法國打得蠻慘的 啊 那後來才美軍才介入啊 好不管 一開始啊 在越南他們要要爭取自己的獨立嗎 那我看到這個照片 他掛出來這個叫做 independence or death 啊 就是越南人他們為為了要 脫離這個 法國的這個殖民啊 統治 然後他們顯示出自己的決心啊 翻譯成中文叫做 不獨立 無您死 大概這樣我翻譯還是不錯了 啊 獨立 or death 就兩者選一個對不對 啊 所以就是不獨立 無您死啊 就是要不然我就要死掉 我寧願死 我也要跟你拼這個獨立啊 叫不獨立無您死啊 那我當時 前幾天啊 我在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就看到 幹 越南人真的 也是很有種啊 你看 他就 他就敢嘛 他就敢跟你拼嘛 不 independence or death 啊 那我在回想 也不是回想 我在反思 我們自己台灣啊 我們台灣掛出來的標語叫做什麼 independence and peace 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掛出來的標語 今天我們掛出來的標語 我們的賴清德 講出來的標語就是 independence and peace 就是這樣 這個叫做 獨立與和平 啊 這就是台灣人 台灣人的字典裡面 沒有代價這兩個字 啊 我又要獨立 我又要peace 啊 我這個時候看到這張照片 看到越南人這個標語 independence or death 我第一時間就想到我們台灣 今時今日 我們是什麼德性 你看看人家越南 他們為了獨立 他們怎麼拼呢 啊 看看在反思我們台灣 我們要獨立 而且我們是 要和平 啊 independence and 是a nd喔 而且啊 independence and peace 還不是or喔 還不是or 是and 我既要 我也要 幹 好啦 所以就覺得這個 台灣人的字典裡面其實 就是說 很天真 沒有代價這兩個字 那 大家不知道 代價是什麼 其實這個戰爭 就是代價 啊 你 既然要獨立 你就要付出死亡代價 當時的越南人他們 很清楚 他們要為此付出什麼代價啊 那 即使是如此 他們也 預想不到 即使當時的越南人 他們 已經掛出了這個標語 他們覺得 我不獨立 我無您死啊 所以之後就打了這場越戰 越戰拖的時間非常非常長 啊 那即使他們已經抱的這個決心了 啊 跟你去幹一戰 那最後當然也贏了 但是他付出的代價 非常非常慘烈啊 他們自己都沒有想到他們會付出這麼慘痛的代價啊 他們為了這個 這個 獨立他們付出了什麼再代價來 看一下這個是 三場戰役的這個比較也是在戰爭博物館裡面這張比較圖 我把這個 照片給拍下來 啊 他第一個是World War 2 二戰 然後再來是 越戰 啊 不韓戰 然後再來是Vietnam War 越戰 Korean War 韓戰啊 二戰 韓戰跟越戰 三場戰役的比較 規模比較啊 我們主要來看啊 這個第二個是 就是有投入的這個部隊啊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二戰當然是最誇張的 投入了一千六百多萬 韓戰是五百多萬 那越戰總共八百多萬 很多啊 好 然後我們主要來看這個 這個第一二三 倒數第三個啊 投入的這個 這個炸彈的這個盾數啊 那當然越戰投入的炸彈最多了 當時很 很有名的就是 美軍他推出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什麼什麼 他使用那個要燃燒汽油彈 就是反正他使用很多武器啊 當時因為 越共啊 他們伏擊在那個 他們打 打遊擊很厲害 那越南那個 叢林又多 那所以美軍就使用那個燃燒汽油彈 把那個樹林給燒掉 然後一直轟轟轟轟轟 那當時那個 還有轟炸了好幾次核內啊 所以美軍在越戰投入的彈藥素 非常非常多 你看這個 幾頓啊 我都算不出來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啊 都已經是二戰的好 三四倍了啊 好 然後cause我 你看越戰花最多錢啊 六七六個billion 那是多少 一個billion是十億 啊 六七六個billion 啊 那是嚇死人啊 我都已經算不出來了啊 那 是二戰的兩倍 那韓戰就小兒科的啊 最後這個casualty是傷亡啊 我只要在講最後這個傷亡啊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我把它唸出來啊 他有一個受傷跟這個 呃 死亡啊 那 二戰是killed是四十幾萬 然後受傷是六十幾萬 什麼受傷跟死亡比例只有這樣嗎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怎麼樣 但我主要講越戰啊 越戰是五萬多個killed 就是死掉了五萬多 那受傷是傷亡 呃應該是受傷了 受傷是三十幾萬啊 那其實已經很多了啊 三十幾萬加五萬 而且因為在越戰裡面 這些受傷的啊 他因為戰爭受傷了 其實是很嚴重的 那當時美軍還使用了一種 彈藥叫做成劑 成劑就是 他是一種化學藥劑啊 他他 當時為了把那個越南的那些叢林 呃 就是對抗越共的那個遊擊戰啊 他除了使用燃燒汽油彈 還使用成劑 成劑就是俗稱的落葉劑 他就這樣噴灑在那個樹林裡面啊 但那個成劑滲到土壤裡面 他就 不但影響了那個植物還影響了動物啊 當地的居民啊 被成劑給感染到的 他自己 可能健康受影響之外 他的下一代啊 非常非常高的比例都生出了畸形蛾 所以 在越戰結束了好幾十年以後 呃 越南還是受到這些沉寂之苦啊 那好多 當地啊啊 中越那那些地方 好多越南的那個 反正他們的後代啊 要不然就是 手是畸形的 然後腳是畸形的 然後整個 反正就是很畸形的 然後還有還有人 要不然就是沒有眼睛啊 要不然就是反正 就是長 就是 就是很奇怪的那種那種樣子 就是被被這種沉寂感染啊 那這些都會統計在這些受傷裡面 所以這個 就傷了我講真的還不如死啊 真的是很慘很慘齁 好 我今天要講就是 就是這樣 當時的這個越南人啊 他們已經知道 他們要付出的代價啊 我 不獨立我誤您死啊 那我代價我就是跟你戰爭拼了 但是他們仍 仍然不知道 即使他們已經有心理準備 但是他們仍然不知道 原來戰爭的代價是這麼這麼的大 啊 反觀我們台灣今天啊 你自己看看 我們是什麼德性 我們是賴清德告訴我們的 好 和平 而且我要獨立 Independence and peace 越南是Independence or death 人家有種 我們台灣 這個賴副總統告訴我們 叫做 Independence and peace 那我們台灣人就 對我們要和 要獨立要和平 要獨立要和平 啊 台灣人真的 那 字典裡面沒有代價這兩字 可以 拜託 台灣人醒起來 你要獨立可以 戰爭就是代價 你如果願意就拼一場 學學人家 這個潘朵拉的盒子 不然你這個戰爭的盒子 一旦打開 你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他竟然這麼可怕 那我今天借著這個 現在發生的這個 以色列的這個戰爭的這個事情 再 看看以前 越南發生的這個戰爭的事情 再反思我們台灣人自己 我們是不是太天真了 又要獨立 又要和平 沒有代價這兩個字 沒有代價 我們台灣人的字典裡 沒有代價這兩個字 沒有概念 太天真了 太天真了 你要知道 戰爭就是代價 戰爭 你都不知道 一旦開起來 你要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 越南的 這個 就是我們的 這個叫什麼 牽車之鑑 但是我也不知道台灣人懂不懂這個 但是沒關係 我講 希望大家多多看我的頻道 好 來 等一下開放Discord Coin 等一下開放Discord Coin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